為了要讓這個平衡的民眾 申辦文件的時候可以特別方便 行政一行宿 中華分宿 跟中華館來 和鄉頂齊的貨政事務所來合作 說在這個貨政事務所的來賓 就能透過這個萬古里實行貨務的系統 讓這個大廠 貨萬 貨值利水 兼貨萬地区的民眾 說不用走路來到中華時 只要在這個所在地的貨政事務所 對黨家行政一行宿的事記關 正常這事實說話 我問一下 那個通知書你會寄給我嗎 透過視訊的對話 民眾不必一座路 熱熱騰去到行政一行宿 對黨家一行宿的事記關對話 在2萬塊以下可以到超商去繳這個錢 是不是 那很方便啊 為了方便民眾洽工訴求 法務部行政在行宿中華分數 特別加官來國雄定企業 向正宿合作 透過視訊 民眾和宿記關 可以面對面交通 視訊是可以面對面就是 可以看到對方的畫面 他的臉孔 這個就是我們有法律上的效果 像惡林啊 或是田中啊 延林啊 這個車程也都是要四十幾分鐘 那如果說用遠距視訊 他可以在就近的負政事務所 是在延林負政事務所 或是田中負政事務所 他就可以跟我們來視訊 來做一個法律的服務 或是分期繳納的一些業務 不僅這項視訊 合部系統在管來 26強頂期的負政事務 都已經完成建立 民眾可以利用每禮拜二的帽 向負政事務所以後 用網路、出台北路 集金和出紀官對位 大中華新聞 張西良 中華 蔡宏寶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